數位神棍唐鳳又出來作秀了 各部會官方網站接連被駭 數位政委唐鳳在幹嘛 人家要接部長啊 唐鳳說數位發展部網站 採取WEB3架構 破解中國網工 一秒都沒卡過 只有時報和金周刊甚至做了一整集專訪 面人一看就知道又是業配大內宣 唐鳳從一開始就不懂資安 也根本不懂WEB3 不才在下本人兩年前參加立法院 因應數位發展部成立 公司部門資安人力建制 及產業資源探討光聽會 對資安提過一些建議啊 雖然售貨服務吧 幫大家踢爆數位神棍的真面目 DDOS是連續送要求讓流量過載 使伺服器停機的手段 台鐵統一超商廣告螢幕 被駭進去改內容 已經不是DDOS了 駭進網站篡改內容不是DDOS 是表示它已經得到了你的系統權限 可能你的database管理員權限洩漏 或者你存取的token被複製 方法很多種 但這不是DDOS 大家嘲笑 所謂駭客攻擊時 數位政委在幹嘛 唐鳳跑出來說 我們數位發展部能擋DDOS攻擊啦 這代表它是無知的假貨 程度連資工系的大一心聲都不如 PTT網友查數位部IP 104.18.22.126 發現是買了美國第三方 Cloud Flare的CDN商業服務 幫忙防禦住這次DDOS的攻擊 Cloud Flare的商業服務其實就是一個 很務實解決DDOS方案 烏克蘭的政府網站也有用 抵擋DDOS這家公司真的超專業 但唐鳳說的好像是因為弄了Web3的關係 再次印證他根本不懂Web3 花錢買人家的雲服務 不等於你用的那個技術價债 例如我買了Ager Cloud 不表示我能提供虛應主機服務 Web3是用區塊鏈技術 分散式架構儲存網站資料 好處是 不用註冊和登入使用者資訊 改讓每個人以密要形式來存取 壞處是要修改資料變得很困難 根本不適合用在一個 理應要經常發布消息 跟修改Banner的政府官網上投 Web3目前被應用在用戶超過百萬人的社群網站 串流影音、VR共享 數位發展部官網 哪裡需要這些功能 沒錯 Web3的網站不會掛掉 分散式架構只要一個節點還在就不會掛掉 但會有更複雜的資安問題 唐鳳這種門外漢當然是不知道的 只要有新名詞就搬出來鬼扯一通 我猜他當部長後接下來會扯元宇宙 唐鳳說這個新的分散式架構骨幹 不需額外花錢 我特地上去看了一下 這個官網因為不受關注 直接Google是找不太到的 透過Witipedia找到網址 連進去後發現 目前就一頁 講聂永貞的logo設計 駭客都要問 這啥廢物點心 你不扯Web3 我還以為已經被害過了 而且唐鳳又忘記了 兩個月前才被踢爆 數位發展部理應是數位資源最豐沛的政府部門 結果整個網站外包給義美 我不止一次說過 讓一個沒有現實感的人當政委 整天造神做大內宣是多可怕的事 唐鳳搞得口罩系統出包 三倍券系統出包 十連制系統出包 疫苗登記系統出包 連上線前要做壓力測試都不知道 唐鳳如果在業界 這樣做專案早就被黑了 你兩年來搞砸那麼多東西 有什麼聯講網站會不會掛掉的問題 指揮中心宣布取消 檢訊時連制 大政委騙錢的智障政策終於要停了 你有出來講一句話負責嗎 沒有 你只會花大筆經費 拍沙龍罩 買大外宣 讓日本媒體造成 天才IT大臣 再洗回來當認知作戰 我都不好意思 跟日本朋友說 我天才 Idiots大臣 又鬧笑話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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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努力 你等一下 你不回答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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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